由经济部指导国际贸易局主办外贸协会执行的第21届台湾金评选拔活动 共有1221件产品报名参与 经由国内外专家严密的评选过程后 最后共有198家厂商541件产品获奖 其中17家厂商的16件产品获选为银纸奖 10件获选为最高荣誉金纸奖 外贸协会于4月23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办理颁奖典礼 五副总统并签名现场颁奖 这个金评奖的举办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舞的效果 尤其是两岸签订了一把之后 我们也看到台湾金评馆在中国大陆 也掀起了人人争相参观购买的热潮 看着台湾金评馆一年一年获得各方更大的尊重 推崇和重视 我也从很多的点点地地可以感觉到 台湾金评的确已经日渐突出 选出了26件就是金评中的金评 我们会在目标市场里面办12场国际记者会 也是台湾金评的一个国际发表会 我们也会在11个目标市场里面 我们办28个台湾金评馆 利用展展的方式把整个台湾金评馆 这些得奖的作品100多件作品都展示出来 给各地的消费者 各地的买家 甚至各地的政府官员 看看台湾我们的精彩的地方 从今年第21届开始 我们也把台湾产制这一项 列为评比的重要的标准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优质的就业机会 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出口 以及经济的成长 各位的努力奋斗 各位产品的精良 这都是我们台湾产业界的典范 台湾可以在社会中央的勇气 这都是我们台湾产业界的典范 很多国家的社会 和一些成长的成长的成长 在这些年纪 我可以完全确实地 确实地认识 那台湾是永远 和任何地方最好的 或最少的一种最好的 和更多的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和他们的建议和新闻优优独播剧场 但是 我已经说了 不是只有世界 当然 世界市场的侧蚀 会以下的成功 和与大利产生产生产生 和与大利产生产生产生 台湾金品奖近五年来 报名厂商加速和建树 逐年成二位数比率成长 入围产品在研发 设计 品质 行销 和台湾产生方面均表现亮眼 展现了台湾优秀企业的坚韧力量